还有大约三个小时就是元旦 农历新年也即将到来 热闹欢腾的中国灯会也陆续登场 为佳节增添颜色和温度 辽宁 沈阳的元宵灯会昨天拉开帷幕 为的就是配合农历12月初八的腊八节 除了烟蒜和吃腊八粥 当地民众也能在占地21万平方米 为期两个月的元宵灯会中 欣赏70多套各种造型和色彩的大型灯笼 重庆市也不遑多让大街巷尾 甚至是公园广场都可以看到 七彩多目的灯笼和装饰 张灯结彩告别多时之秋的2022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